我是來報到的 一直走, 要轉找陳雪 謝謝你 不客氣 這個世界真小 我忘記提醒你了 陳雪兒跟我很熟 他做事很好 記得向他多學東西嗎? 李文強, 你也來了? 我是來報到的 你也調到這區來了? 是, 這裡有個空缺 我以前住在油麻地 下班經常到麻教館去打 死性不改 尼豐說偉毒茶也來這區住手了 是呀, 他管偵探部 還好, 不用常常對著他 對不起 我想請問陳雪兒在哪房間? 那一間 謝謝 謝謝 其實公關主任是幹甚麼的? 我這個公關主任是很清閒的 有時候我跟同事陪客人吃飯 只上了一個月的班 就吃了兩次飯了 好, 常常有好東西吃 我說很容易消化不良 其實你也學得很快 已經第四條了 在他們之中, 誰最欣賞你的優點呢? 他們每個人只利用我的優點 最欣賞的就… 沒有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嗎? 真的, 他是誰? 現在不告訴你 這件衣服好看嗎? 我花了三百多塊錢 不錯, 展開公式了 我發覺對每個人都那麼好 是沒有結果的 我要找到一個重拳出界 你真的不肯告訴我他是誰? 前途下車 其實你不告訴我他是誰 我也有辦法查得出來的 太太, 你忘記東西了 我的? 這些東西是他們的 你要收錢 今天怎麼這麼早? 是呀, 沒有C車 早 早 請你早 早 早, 映智 早 喜不喜歡這些花? 謝謝你 別客氣, 只要你喜歡就行了 不妨你工作 我今天有甚麼要做的嗎? 暫時沒甚麼工作 今天要不要陪客人吃飯呢? 不要想著跟客人吃飯 公關主任有很多其他工作要做 這是你的 這是你的 謝謝 這些全都是你的 謝謝 這些全都是你的 Ada, 給他要送我 好的, 拿進去 梁先生 糟了 好, 拿進去 梁先生 我眼花了? 阿東… 阿東 你有沒有看見甚麼? 沒有, 甚麼都沒有 我剛才看見… 甚麼? 看見… 看見… 沒甚麼 怎麼搞的? 嘗嘗看見古怪的東西 怎麼樣? 真是差點讓你害死了 你怎麼看見那隻雞了? 沒有, 可是已經讓他嚇得半死了 我真不明白你們為甚麼不把雞放在女廁所裡 誰說, 把地方全弄髒了 那你那條鯉魚不是在女廁所裡嗎? 誰說的 那樣在哪兒? 你有沒有聽過 最危險的地方 其實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那在哪兒啊? 不告訴你, 免得把你嚇著 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在哪兒啊? 你來看見你 Danny 是來幫我嗎? 不是 我已經支好了 真的? 看看 我哥哥一定喜歡 原來…你是給你弟弟 是呀...你以為是給誰? 不是… 這是甚麼東西? 是甚麼 這件衣服是我姊姊替人家車衣服的 是貨板 好漂亮 我告訴你 在你公司賣三百多塊錢一件 對了…最近我好像見過 你看看合不合適, 你就拿去吧 謝謝你 哪有話呢? 不過你千萬不要跟他們說 你也知道貨板只有一件 如果他們知道就不好意思 你放心, 我不會說的 好… 你看看 漂亮不漂亮? 很漂亮 為甚麼今天早上沒看你穿回來? 是呀 是阿東剛剛送給我的 不是, 貨板 是貨板? 是 阿東, 你還有嗎? 貨板只有一件, 一件 只有一件 追女孩子用這招比較舊了一點 那看對哪個女孩子了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不是…我忽然想起 我姐姐還有幾件貨板 比較寬大一點 我才不心願意 我才不心願意 神經病 不是每個女孩子都貪小便宜的 算你走運找到了一個 你喜歡, 你拿去好了 我才不要, 你拿去吧 不… 這是辦公室 那邊競技場 把衣服拋來拋去 我對你們很民主 我告訴你們 我已經給了機會 讓你們自動停止吵架 你們還在吵來吵去 你…跟我接 大清人 三個女人為你爭風吃醋 真行 你不敢笑話我 老闆最討厭人家搞桃子新聞 你這次糟了 你胡說, 我糟糕 誰位 進來 還是幹我自己的事 有驚無險 還是你口才好 事實是這樣嗎? 真是, 真是不好意思 連累你們讓敬禮罵一頓 阿董 進來 梁先生 坐下 你對這件事有甚麼解釋? 梁先生 我告訴你 他們一向感情很好情如姊妹的 為甚麼你令他們感情剝裂 梁先生 還有我罪恨公司職員陶策新聞 你搞得他們三個女人為你爭風吃醋 你很過癮 梁先生 你聽我說 還有… 大家是同事 為甚麼鬧得不愉快 你看看 金魚缸裡面的金魚像出得多麼融洽 好像我們公司一樣 不愉快 你不愉快 怎麼裡頭也有套鯉玉呢? 阿董 是 你老老實實地告訴我 金魚缸裡頭有甚麼? 有甚麼? 有金魚 還有呢? 黑金魚 金魚 沒有了 還有花的 還有呢? 沒有了 Ada… 難道我飲花了嗎? 阿董 你神經真有問題 連金魚你都不放過我 鯉魚 你說甚麼? 你看清楚到底是甚麼? 鯉魚還是鯉魚 是鯉魚的肉多麼厚 阿董 涼一下 我都涼一下 這些東西原來都是你搞出來的 是… 不過… 是他買的 是… 我知道了 不過我… 原來廁所那隻雞也是你的傑作 不是… 我現在知道了 阿董 發生的事情全都是你搞出來的 是… 你知不知道我現在神經衰弱 還有啊 我現在不想再看見你了 你走 你去吧 我…不好, 你去吧 不如猜拳 好… 來, 一、二、三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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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董 嗯… 以前吃的東西多少錢啊 算了, 小意思嘛 不好吧, 到底多少錢 你說嗎 我現在多一個月的薪水 就當我請吧 對了 以後就多點聯絡吧 好 拜拜 拜拜 再見 拜拜 還以為自己很大方 是呀, 還說要保持聯絡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又替我們買菜 又製圍巾 會不會是神經病啊 我們要不要改電話號碼 對了… 幸虧你提醒了我 你們這些女人真是太過分了 你幫你這麼多事情 也不謝人家, 還說人家 他自願的嘛 是呀, 有沒有人逼的 早 早 趙先生早 早 對了, 妹 有沒有去過下面的餐廳 沒有, 聽說那些東西好貴 你又不肯請我去 我怕沒錢結帳 替我訂兩個位子 好 好 進來 十二點十分了 是, 該吃飯了 剛才伙計告訴我 說有新鮮生蠔, 剛剛到的 是嗎? 不過可惜我不喜歡吃生蠔 你呢? 我也不喜歡吃, 原來你也吃 你叫我訂了兩個位子 你叫我訂了兩個位子 不知道影汁喜不喜歡吃生蠔 我幫忙他去 影汁 乖, 影汁到哪兒去了? 他吃飯去了 好, 謝謝 阿妹, 麻煩你替我取消 樓下餐廳的兩個位子 還有, 麻煩你吃完飯回來 替我買個飯盒 謝謝你 我真不明白 為甚麼梁先生 因為你打破魚缸要開除你呢? 到底為甚麼呢? 不要再提了 我替你向梁先生說說 不用了, 千萬不要 他不開除我, 我也要做 你以後有甚麼打算? 有甚麼打算? 再找我一份工作了, 我也習慣了 這次你也算有收穫 找到一個欣賞你的人 他到底是誰? 那些女人 那些女人的電話號碼 你幹甚麼? 這就是那些女人的電話號碼 我現在要給她們火葬 日本的金騰先生 想認識一個香港女朋友 我們應該怎麼辦? 難道要替她登廣告嗎? 行了, 這件事我來負責 你負責?你想推薦你自己? 快去工作吧, 多事 Gris 日本的正行公司來了一位金騰先生 他說想了解一下我們公司的狀況 你最好去見見他 甚麼時候? 他現在在大酒店等你 好, 我現在就去 靜能先生, 我是創佳國際有限公司派來的 請進來 你們的公司已經通知了我 我的卡片 Grisy, 請坐, 請坐 好的 靜能先生, 以前有沒有來過香港 香港來過兩次了 覺得怎麼樣? 香港的女孩子非常漂亮 Gris小姐, 寬衣吧 寬衣? 是呀 寬衣就是脫衣服 脫衣服?不用害羞, 我先脫 是呀 喂…Crisy 喂… 你想幹甚麼?照著好好的 他剛剛出去了 任何人都不准進來, 知道嗎? 知道了, 老闆 我要見教訓 對不起, 記憶姐 我們老闆聽得很忙 對不起, 這是不好意思 記憶姐, 現在不敢見人 對不起, 記憶姐 老闆他… 好…行… 桂子, 你先坐下 莉莉, 你出去好了 桂子, 有甚麼事? 董事長, 我是做公關主任的 我不是做妓女 好像剛才敬騰先生那件事 我要求有個合理的解釋 說甚麼? 今天顧瑞斯來找我 他找你有甚麼事? 我覺得他不適合做公關主任 你覺得怎麼樣? 不是, 我覺得他做得不錯 你覺得… 你覺得他好有甚麼用? 如果他真的不好的話 就不會惹惱了敬騰先生 是嗎?我不知道 坦白的告訴我 這件事你會怎麼處理呢? 我…你說呢? 我說甚麼?我現在問你 就安慰他 安慰他有甚麼用?他根本不適合這份工作 坦白說, 你是否真的喜歡他 我不知道 你自己也不知道, 那有甚麼事你知道? 我只知道她是張偉杰的女朋友 張偉杰的女朋友 她跟你是否喜歡她有甚麼關係? 我覺得她不錯 你叫她明天來見我 我今天所做的事, 是不是太過分了? 不是, 我覺得你做得很對 好姐今天晚上打電話給我 她說她說明天要見我 我該怎麼辦? 有甚麼怎麼辦? 有甚麼不滿意的話 到時候明天向她說出來 不過記著, 非要叫好姐難做 我真不明白, 我並沒有得罪阿妹 我知道是她故意害我的 是呀, 我也不明白 你並不漂亮, 也不是能幹 到底為甚麼那些人妒忌你呢? 也不妒忌我 不要胡說 好疼的, 我的鼻子 你對目前工作環境有甚麼意見? 工作環境我沒有意見 不過我有些私人問題 我覺得這份工作不適合我 是呀, 我也有同感 那些客戶提出的不合理要求 甚至過分的要求 你當然有權拒絕它 可是拒絕的手法 是應該比較圓壞的才好 不需要弄得現在這麼不愉快 你就欠缺這種小小的技巧 也許是, 所以我想… 請你等一等 等我說完我想說的 我覺得你比較適合做關於行政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想把你調職 調職? 我想調你去做照務經理的行政助理 我知道你學過會計的 第一, 你可以幫助他整理帳目 第二, 可以多學習一些關於行政方面的知識 不過這樣 新的這份工作會比現在這份忙碌很多 你有沒意見嗎? 好極了 現在你可以告訴我 你剛才想說些甚麼 我…剛才想辭職 那現在呢? 好極了 祝你工作愉快 謝謝你 我先下去了 好, 再見 叔叔, 你跟影子說些甚麼? 沒想到你這個傻瓜挺有眼光的 老實說, 確實我也很喜歡他 我已經盡我所能幫助你了 至於以後怎麼樣 就要靠你自己了 趙先生, 這是甚麼意思? 現在公司正你做公關主任 趙先生, 我跟你那麼久 董事長為甚麼突然要把我調職? 是不是你對我不滿意? 如果是的, 你可以自己跟我說嗎? 你不用叫董事長調我 妹, 也許我叔叔覺得你工作能力高 況且懂得跟人相處 所以順便你做公關主任 Grace剛進來不久 他甚麼都不懂 怎麼能做你的行政助理? 所以這兩個星期 我想你會辛苦一點 為了接公關的事情之外 還要去幫助Grace, 還有我的新秘書 你現在做的工作 那我以後真的不可以再替你工作 誰說的 公司每個人都是在替我工作 是不是? 那我是不是坐Grace的位置? 我看不用了 Grace可能有事要做 你做到哪兒, 你去問Lily吧 趙先生 對了, 剛才靖騰先生打電話來 說想見我們的公關 現在應該有你去了 趙先生 你快點休息, 可以嗎? 趙先生 你快點休息, 可以嗎? 你這個傢伙 甚麼事? 上次你畢業, 沒請吃飯已經算了 我知道你是這樣的 這次CID考試合格又不告訴我們 還算是朋友 這種小事請吃飯 我哪有那麼多錢 甚麼時候轉職CID? 這種事不是我做主的 下班沒有?我們今晚去玩 有沒有興趣一起去? 你是新來的? 是, 是 是我警察學的同學 又是偽教官的高徒 一起去吧 一起去吧 我… 是不是不想去? 曾四兒叫你去, 你都不賞臉 是 你是不是有個同學叫李文江? 是的, 他已經下班了 他可能去打麻將去了 怎麼樣? 你去吧, 跟前輩一起去 會學到很多東西的 在下班之後, 一定能學到壞的東西 怎麼樣?你有事嗎? 不是, 我去換件衣服 快點, 我們在外面等你 我們先走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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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十 十 我又輸了… 喝酒… 喝酒, 喝酒 再玩這一次, 我不要再玩了 我不想喝的滿肚子都是水 來…喝一杯 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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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很少來玩, 是不是? 他不會是嗎? 是啊 不會 人家是出南下海, 頭一招 乖乖是他 他不會的 好意思 慢慢就熟了 對, 慢慢就熟了 不會啊, 你看看他 第一次來的時候不很純潔嗎? 現在, 你看 對, 學姐 還說, 我都是你一手教壞的 你真是 對… 你也是姓張的 你們五百年前都是一家人 應該多照顧照顧他 多帶他來玩玩 是呀 我常常都照顧他的 而且還是特別照顧他 是不是? 阿傑, 喝酒… 來… 來… 來, 喝酒… 來, 喝酒… 這東西是不是你的? 謝謝 怎麼不見了東西了? 是不是這個? 黃主 讓我看看… 給我 別開玩笑 傻的不錯 借著給你, 借著給我吧 還是那個, 還沒分手 是林家少女 給我 別… 算了, 喝醉了 好了… 不要吵… 坐下… 坐下 算了 坐下 好了…坐… 來了… 這麼早就走? 在這兒真沒意思 清理外遺見 我只是想洗個澡 好, 洗澡也好, 走吧 曾子 我先走了 先走了 走, 真早幸福你 再玩一會兒 是嗎? 我真的要走 好了…讓他走… 走… 趕快玩 趕快玩了 現在去哪家? 那邊的家呢? 不錯 走… 張偉傑很會做人 真是對他印象很好的樣子 看看他以後的表現再說吧 是 好, 趕快走 快走 好, 來了… 快點, 快點 回來了 這麼晚? 是呀, 跟朋友出去吃頓飯 我媽呢? 我要睡著了 還在找師叔 對 甚麼事? 怎麼吃飯吃得滿香味? 沒有 你還不承認? 我看你一定去武廳了 不要這麼大聲 讓媽聽見會罵我的 我是不想去的 你不想去? 你是別人拉去是不是? 找你的事做吧, 多嘴 阿姐… 來… 一個男人不到三十歲 是不是可以考警察? 是呀 一個警察的月入三千多塊 知道還問 說真的? 甚麼事? 我有資格 你想考警察? 我是中學畢業 你身體怎麼樣?行不行? 我身體又好, 心臣代謝又好 能不能做二十下掌上鴨? 慢慢一定行的, 日久見功 練到再說吧 好, 我練好了再說 我差點讓你踩死 阿姐, 剛才掌去找不到你 我剛回來了 有個好消息告訴你 下來吃糖水好不好? 好, 樓下見面 甚麼事? 換你這件衣服 要不然怎麼解釋你身上的香水味 你神經病, 我做了甚麼事要解釋? 真麻煩 你這小子 也好, 我一身臭汗 我還以為你真的不怕要去解釋 你今天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一碗綠豆, 一碗紅綠兩餐 謝謝 紅綠豆喝好不好喝? 又有好消息 是呀, 我轉了工了 洗廁所 我現在幫好姐忙, 做行政助理 你做得來嗎? 不知道, 現在阿妹正在教我 她說工作很容易學 我知道阿妹為甚麼作弄我 因為她喜歡好姐 她以為好姐喜歡我 所以她就誤會了我 現在呢… 倆根本就中風吃醋了 她才是, 她自己誤會了 好姐喜歡你就好了 我脫苦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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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些學生一定是考試了 滿街學生拿著書 今天不用堵了 你怎麼會在這兒? 去考試 你在哪兒考試? 在那邊 那你還在這兒? 我忘了帶考試證來 我去聽你叫車 你要小心點 你這家文不錯嗎? 在信用街有人發現死時 懷疑是吸毒者 又是誰倒楣 你這家文件 這家文件已經證實死亡了 叫一輛黑箱車來開 過去搜搜看看有沒有發現 真的要 當然要了 以前有沒有說過事? 試試 新來的害怕 不用害怕, 看看他的口袋 好, 身份證 這就算了 我已經搜過了 那些吸毒的人 很喜歡把毒品藏在口裡 口? 去搜吧 再塞進去 小潔 幹甚麼? 我沒甚麼 快來吃飯 阿姐, 我能做二十下掌上鴨 為甚麼這麼快? 誰說快, 我學過功夫的 當然快了 我現在做給你看 這樣做, 我做兩千下都可以 難得說我不對 身體一定要直, 要直 胸口最多離地七寸 你還說學過功夫?七寸 好吧, 我明天再做給你看 看有好菜吃, 好多蝦 吃完蝦再吃飯 好 蝦久不久吃一點好 嘗嘗吃沒有好處的 不要吃那麼多 阿姐, 你走了 大腿 阿神, 我下班了 我下班了 對, 阿妹 以後後你下班要不要再告訴給我 你還不下班? 還沒有, 我還有點事要做 你先走吧 好吧, 那我先走了 再見 他們都走了 我想試吧 你走不走? 我送你回家 好吧 今天很忙 是, 很多文件要看 讓你做到現在真不好意思 別這麼說, 我是受心的 餓不餓?吃點東西 不用了 早點回家休息也好 這邊 鑰匙呢? 一定是我在公司裡 你在這兒等我 我上去拿很快就回來的 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 原來你還沒走 鑰匙在這兒 好, 謝謝 趙先生, 我有點事想跟你說 有甚麼事明天再說 不好 那好吧, 有甚麼事你就說 我知道你不是一個喜心厭舊的人 可是為甚麼Gris來了, 你就冷落我 你在說甚麼? 公司我對每一個同事也是一樣 有甚麼冷落不冷落 可是你… 有沒有試過陪我做事做到三更半夜 有沒有試過送我回家 只是沒機會 是嗎? 你在這兒看武俠小說 就是為了等Gris 這是我私人的事, 請你不要再問 趙先生, 我怎麼對你 難道你一點都不知道? 你是一個好助手 除了你之外 其他男人我是不會多看一眼 阿妹, 我看你有點誤會 我跟她的來往只是公司上的事 下班之後也只是普通的朋友 你聽我說, 你早點回家洗個澡 然後睡覺 今天晚上的事就算沒有發生過 趙先生 對了, 阿妹 公司已經沒有人了 你還是快點走吧, 我先走了 趙志豪 我先走了 明明是不是, 阿雪 沒事, 我得是立心檢查 九龍城碼頭圍道發生結案 三名匪徒持由槍劍 乘坐一輛白色的客戶小巴 向新浦剛逃去 車牌是CT6897 請各單位注意 沒事, 你可以走了 司機, 熄火 把你架子讓他拿出來 來, 那你上風箱看看 有甚麼事?我再檢查 行了, 走吧 甚麼事?詹思兒 誰撤, 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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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浦剛檢查站 扣回了歐萬 剛才我們發現了賊車 我們已經找到了 車上有三個劫匪 正沿在土國灣方面逃走 請多派人來援助 歐萬 不要走 不要走 你不要走 總裁歐法 二六五現在發現疑匪 向東南方向逃走 我照顛直 你認識 你 跟他死 要不要走 他 為何 在這兒 沒有 她 我 稍為什麼 他 我 在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